知道便道通車的明確時間 果農加緊手腳把一顆顆水蜜桃 用保護套小心包好 水蜜桃一一裝箱準備要出貨 中橫便道因為落實封閉 將近一個禮拜時間 採收下來的水蜜桃運送因此受阻 你要用拉的在拉的過程中 它會有路不是很平 它會跳動 然後它就會碰傷 卡努颱風引進西南風 中部山區下大雨 台中市和平區也受到影響 林山地區種植的水蜜桃 都因為大雨造成果實受傷 或是落果的情形 不過六萬里的水蜜桃 然後我這樣子照理來說 天氣順的話我頂多丟掉 頂多再怎麼糟糕也是六分之一 但今年我丟掉快 我丟掉應該兩萬五了吧 台中農業局統計這次雨災 水蜜桃的受害面積約有三十五公頃 損害程度達到百分之二十 金額超過兩百五十五萬元 如果確定達到現金救助的標準 每公頃是可以現金救助九萬五千元 另外農業局這邊會再加碼 補助農民復更資產一萬塊 農業局緊急推出補救方案 同時也扶到果農 把賣相差的水蜜桃 可以製作成加工產品 減少雨災帶來的損失 近新人傳到會 趙建琳 陳思琳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